我们今天来介绍Google Keeper的一些比较有效率的一些用法 Google Keeper是一个很方便的可以来收集各种资料的一个工具 举办我们的代办事项或者是我们的某一些笔记的内容 或者是等一下要阅读的某个网页等等这些资料 其实我们都可以汇总在我们的Google Keeper里面 只要资料进到我们的Google Keeper里面以后 我们就可以很快在别的设备很快就可以同步到别的设备 别的设备也可以马上就看到这些变动的内容 所以它通常很方便的可以来当作我们第一手资料收集的这个中心 然后透过这个中心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再把这些 临时性的或者是暂存性的这些资料再转移到实际上要负责处理的工具里面 比如说可能要把某个内容要转换到文件里面 或者是再转到正式的代办事项里面等等 所以Google Keeper就是很容易的当我们的第一手的这个资料汇总的中心 首先我们要比较有效率的应用它 有几个东西其实是可以事先来做一些安装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扩充功能 Google Chrome的扩充功能在这个线上商店里面 有我们就可以把它安装起来 安装起来以后在我们的这个工具列里面就会多出一个 Google Keeper的这个图示出来 我们有某个网页的内容要储存到Google Keeper 只要点击一下这个图示 它其实就会马上帮我们储存到我们的Google Keeper里面 我们这个操作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到Google Keeper里面来看 它已经新增进来了 在这个里面我们为了比较有效率的来做这个分类 我们其实应该是可以马上新增一个标签给它 我们原先已经预设好的这些标签 我们就可以去用勾选的方法 这样子其实是比较慢的 其实我们可以在输入的时候 直接按警号 然后就可以去选择一个你要的这个选项 或者是你就直接输入你的这个内容 甚至于就是你有一个新的标签 其实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面直接按Enter 这样子它其实就直接新增了一个新的标签出来了 它就直接新增了一个标签 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比较快速的达成标签的输入 直接打警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扩充 就是说像我们的Chrome里面 我们可以从更多工具里面去建立一个捷径 当然从这个图示里面 它的右键功能表里面 它也有一个GoToKeep 我们要马上切换到这个Keep的网站 也可以点这个GoToKeep 这样子你就不用特别去把它给记忆在你的这个书签列里面 刚刚我们讲这个书签 这个捷径这个功能 就是从更多工具里面建为建立捷径 那这边就是 不对我们是要将这一个网站 所以是目前的这个网页要把它建立成一个捷径 所以建立一个捷径 然后它就是GoogleKeep 是不是要在视窗中开启它 假设我们把它勾选 这样其实你看到它就是已经会安装程式 一个应用程式的方法来启动它 在桌面它也会产生一个捷径 到时候点击桌面上的这个捷径 就可以很快的开启这一个应用程式出来 其实就是浏览我们GoogleKeep的网站 如果你使用的是Microsoft Edge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操作 就是在这个更多工具里面 会有一个盯选到工作列的这个选项 我们先切换到我们要盯选的这个网页以后 然后在更多工具里面 会有一个盯选到工作列 然后点击一下 再按盯选 你会看到工作列上面 就会出现了GoogleKeep它的这个图示 以后我们只要点击这个图示 它就会帮我们直接开启这个网页出来 我们先把它关掉 然后再按一次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们把它放在书签列上面 这样子的概念 只是它是把它给盯选在你的工作列上面 这个是这样子建立好以后 我们将来要启动GoogleKeep的话 就可以比较有效率的来开启它 然后后面我们就来介绍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些快捷键 要查看GoogleKeep的快捷键很简单 就是只要按下问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大概来解释一下有几个常用的按键 就是当我们在浏览状态的时候 我们要移动我们的这个记事的话 就是按下J跟K J是往下移动,K是往上移动 然后如果要移动位置的话 其实我这个觉得用滑鼠拖拉会比较快 但是如果说你要用键盘操作的话 它就是按下Shift-J 就是往下移,Shift-K就是往上移 然后我们要看上面一个或下面一个清单 除了J跟K以外 也可以按N跟P 它针对N跟P针对的是清单 不是记事 就是说GoogleKeep 其实我们可以如果不管绘图的功能的话 它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是清单格式 像这个是清单的格式 它会是一点一点的 然后可以有勾选的区域 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内容的格式 这个就称作记事 就等于是Note跟List这两大类 那N跟P就可以在这个List 就是清单这种内容里面去移动 然后再加一个Shift就是移动位置 那我们在网页上面要马上写一个新的记事 就按下C 要写新的清单就是按下L 那这个很容易 然后要搜寻就是按斜线 那我们所有的记事都要选择起来 一样就是很常用的就是按下Ctrl A 然后还有一些动作是我们在这个浏览状态的时候 可以按的这个动作 那当然你要先选取好某个记事或是某个清单 选取好以后 你看到它这边已经有已选取即遮记事以后 就可以按后面这个动作 按1的话就可以把它封存起来 封存起来的东西就会从你的这个浏览的网页里面消失 但是这个资料会保留在我们的封存区域里面 所以我们只要往下移动 移动到这个封存区一点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已经封存的内容都会显示出来 这些都已经是封存的内容 然后要再显示回原来的记事 就是点击这个记事 这个记事就当然是含了清单的 不是说只有一般的这个Note才出现 它连这个NITS也会一起出现 是这一个 然后1就是做封存 然后按下Delete或是警号 就是把它给删除掉 比如说假设我们这个项目 要把它给删除掉 就是先勾选好以后 你按下Delete 它就被真的就删除掉了 那我们要把它给固定起来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想像它就置顶 其实就点下这个标签 这个图钉的标示 就可以把它给置顶 它这边称作固定 我们先选好 我们可以选好几个 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多选几个 这个选择 当然你就可以用X来做选择 选择好以后 我们按一下一个F 它就会帮我们移动到最上面 它就不会动的 它就被固定住了 这个是F的功能 然后它的显示 它这个浏览页的显示 有两大类 就是从这边我们可以看 有清单的显示 这个是清单的显示 就是每个技是占一栏 这样子的显示方法 或者是多栏的 这个就是多栏位的显示方法 这个就会变成它的长度 就会高矮不均 就是不会整齐 所以这根据你自己的操作习惯 做切换 完成我们进入编辑的时候 当我们点击了某个内容以后 就进入它的这个编辑画面 要离开这个编辑画面 我们当然可以按右下角的关闭 另外你也可以按一下ESCAP ESCAP要...我的ESCAP 清单没有办法按ESCAP 比如说我们的记事 我们就直接按ESCAP ESCAP被我...被我关掉了 在进入编辑器以后 我们输入完毕以后 就可以按ESCAP或者是CTRL ENTER离开 比如说我们打开进入编辑器以后 在这边可以做一些修改 修改完毕 当然你可以直接按右下角的这个关闭 或者是直接按下ESCAP 或是CTRL ENTER 都可以把刚刚输入的内容给储存起来 这个ESCAP不会把你刚刚的输入放弃 而是会储存起来 然后我们输入的这个格式的切换 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说 清单跟记事两个去做切换的话 像我们这个目前是清单格式 你可以按下CTRL SHIFT跟8 请注意是数字8不是F8那个按键 CTRL SHIFT 它就会帮我们做这个切换 格式切换 或者是你按这个点点这个里面 它有一个隐藏核取方块的话 就是变成一般的文字 然后如果再把它切换成显示核取方块 它就会变成是这个清单式 所以这个是可以按CTRL SHIFT8直接做切换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 比如说要移动的话 是按这个CTRL跟右边的这个中括号 像我们这个就要按 要往内说的话 就是CTRL跟右边的中括号 它就会往内说一格 这个是这几个特定的按键 然后我们在新增记事或清单的时候 刚刚讲过就是直接按下C 它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新增记事 然后我们如果要直接进入清单 就直接按L就可以了 List 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入了 它怎么没有显示呢 CTRL SHIFT8 刚刚格式被我们切换掉了 这样子它其实就是出现清单的格式 这个是可以使用L来建立 然后刚刚讲过新增记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加上警号加标签 那这个代办事项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它加在某一项的项目里面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警号这个标签可以直接加在某个项目里面 或者是像我这边这个翻例一样 直接加在标题 然后当我们游标移到这个标题的位置 它其实就会有前往标签 你点一下这个前往标签 它就会帮你列出这个标签 所有的符合的内容 或者是我们在我们这个标签里面 比如说我点一下这个DEV 它就会帮我们把所有 我跟开发相关的这个标签的内容 就全部显示出来 你会注意这个左上角这边 它就会变成DEV 然后我们把它切回我们完整的内容的话 它就会出现这个GIP 接着在选取记事上面 我建议是直接用滑鼠会比较正常 因为我们如果一进到某个网页里 我们的浏览的网页里面以后 你的滑鼠游标所在的位置 它会帮你在左上角 你会看到它显示出这个勾选的符号 但是其实这个项目是没有被勾选的 那一进来 其实它的位置会在第一个 所以我们如果按下J 它会跳到第一个你的记事里面 再按下第二个它才会跳到第二个 再按J它会移到第三个 然后经常你在这个时候 有时候会以为 比如说我的游标停留在右边这边 我这时候我是要标示这一个的话 但是我按的X 其实它选择的是 你刚刚按键停留的那一个 所以有时候会有点搞混 所以我是会建议直接点这个左上角 这个符号 会比较不会选错 这个是用滑鼠会比按这个X 这个按键会来的好 然后下面一个用标签快速过滤 就是我们有需要找到某一类的内容的时候 就直接点击这个标签 可以很快的过滤出符合的内容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搜寻 搜寻这边也有更多的这个选项可以来做选择 另外Google Keeper 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是 我们进入编辑以后 就是我们的图片 我们来搜寻一下 我们搜寻一个图片 比如说这个图片 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在这个点点点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截取图片文字 它会很快的帮我们把我们图片里面的内容 给产生出中文出来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图片需要做 产生成这个内容 文字的内容的话 其实是可以用Google Keeper 很快就可以达成 好 这个是今天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 Google Keeper的一些快速按键的一个用法 在下一次我们再介绍 怎么样使用Google Keeper的命令行 直接从命令行里面 来操作Google Keeper的这些计事 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